此一是上海东亚队时隔两个半月之后首次回到金山主场比赛 尽管上轮不敌南京游游让球队冲超的希望基本破灭 但小将们还是在比赛中展现出了良好的精神状态 第九分钟东亚队就险些攻破对手球门 可惜王云龙的一脚扫射被球门立柱拒之门外 此后双方的比赛激烈有余而精彩不足 半场结束双方均未进球 夜边再战东亚队不屑进攻终于在第六十四分钟换来了进球 江志鹏的一脚重炮洞窜了藏永亮把守的大门 一比零东亚队取得领先 三分钟后卷土重来的东亚队又由五磊投球再得一分 曹英定在八十四分钟的进球让对手扳平的希望彻底破灭 最终东亚队在主场三比一取得胜利 一开始主要我们不太适应他们打吧 他们一开始上来逼得很凶 进来一个球以后他们正行压上吧 所以说后面空难也很大 所以说我们后面机会比较多 对我们准备明年全会这场球价值是最大的 当然对我们保洁的时候今天也是很关键的 因为他们是九分我们是八分 现在我们能够压着他 因为后面的队分数大家都差不多 更拿分的话多拿几分 后面因为我们一气场可敞 应该说今天进的球比较漂亮